刚提到南韩 接下来看来是南韩跟日本之间 最近急速升温的日本商品 那么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日本跟南韩 现在处理了二战时候 日本在南韩的争攻问题 由以徐悦主导提出一个新的 第三方赔偿的检讨方案 日本对这个方案很满意 尽管在南韩国内 引发了普遍性的不满 不过这三年来 因为原来争攻方案所引发的争端 而带来南韩跟日本的互相贸易制裁 现在看起来一步一步的松绑 包括了这三年来 日本对韩寄出的半导体材料出口限制 也包括日本货 有很多全球性的知名品牌 这三年里面因为仇日的氛围 陆续撤出南韩 现在都有复苏的迹象 2019年7月1号 日本开始限制对韩出口 三种关键半导体材料 接着还将南韩提出贸易白名单 两国之间的二战争用功争端 演变成了贸易战 南韩境内从此掀起一股 抵制日本的风气 南韩企业全面去日本化自保 因为身份只要出现 百分之零点一的日本产原料 都有可能被列为抵制对象 商场里头斗大文宣不是优惠广告 而是不贩售日货的公告 三年间南韩反日情绪 一度不减反增 加上新冠疫情影响 日本快时尚品牌 UNICOLO 2020年收掉了 位于民洞的世界旗舰店 在韩分店数量大减三成 尼桑汽车也宣布退出南韩市场 就连美妆大牌植村秀 也黯然撤出南韩 不过这一波反日氛围 如今在新冠疫情消退之际 逐渐散去 南韩一月份日产啤酒进口额 创下日韩贸易战三年多来新高 日制汽车销量更明显激增 二月份在韩登记的零制车辆破千台 同比成长183% 丰田汽车销量也成长149% 而根据日本统计资料 一月份南韩赴日旅客数突破56万 占外国观光客的近四成 比相对亲日的台湾香港都多出一倍以上 尽管时下南韩人不再轻易把历史争端 与生活混为一谈 但日韩之间还是存在诸多敏感问题 除了福岛核废水排放争议 南韩政府最近致力解决的真用公案 也左右着运行 日本二战强征南韩劳工案 南韩提出靠第三方赔偿解套 上代人士的三名受害者都拒绝接受 南韩朝野也为此激烈交锋 在野的共同民主党谴责是屈辱外交 带领群众走上街头 根据南韩盖洛普民调 有近六成南韩民众 对南韩政府所提出的赔偿案表示反对 总统尹齐悦对此再三强调 是为了未来所做出的决断 在一片反弹声浪当中 尹齐悦16号即将访问日本 两天的行程除了要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 还要参加商界会议赴庆英大学发表演说 这场外交秀能否顺利落幕 将成为他今年执政首到考验动检观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